嗯,我也想为提莫队长抱不平来一次翻身之战 其实这次视频呢,本来就是想要唱一首提莫的歌放在片头的 但是我本来是想唱那种,嗯,比如 在那山的那边,睡的那边,有一些小弟们 就这种的,呃,于是就去找AC犯第一大绅士 Hantai,呃,这个No.1 嗯,刚才没有任何声音乱入啊,嗯,帮我改词 但是他却挑了浮夸这首歌 实在是难度太高了 我当天唱的就嗓子都坏掉了 还在贴吧发了帖子 现在是吃了消炎药还好多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No.1的歌啦 嗯,当然我自己唱的也不太好 大家轻吞就好了 呃,现在是已经loading好 然后进入游戏 呃,我这次打的是一个上单的题目 呃,因为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打AP的提目 然后所以也是带的都是AP的符文和天赋 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符文的话我的大精华带的是移动速度 呃,可能是个人习惯吧 这个大家就参考就好 本来也是娱乐的视频 那天赋的话我是2190 那在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 我也是给大家列出来 那这次上单的话是对石头人 嗯,因为我这个天赋的这个防御的九点 毕竟匹配不知道对面对的是谁 所以有一个护甲魔抗的那里就各自点了两点 那我目前是还没有学技能 嗯,先在这里蹲一下 我自己打提目就是打了挺多盘之后呢 我感觉呃,这个能打得过吗 就打,打不过 反正我就挂金一身在旁边吃金样好了 反正你也找不到我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近打提目就是 遇到雪人的时候是最纠结的 不过好像谁遇到雪人都很烦 对面的阵容看一下是卡萨丁中单 那我们中路是安妮 那这个安妮是个钻衣的妹子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 可以抱大腿哦 呃,那么对面也是一个皇子打野 我们也是皇子打野 呃,我们这边是努努维恩下路 对面是南枪和拉克斯 那中路是这个安妮打卡萨丁 我上路是对这个石头人 呃,我是想站在这里 然后等自己隐身之后 开局的时候可以先耗一下石头人的血 那我这里也是学了智芒 其实智芒的这个技能的一个 呃,Q技能的AP加成还是蛮高的 有0.8 而且到满级之后有2.5秒的智芒 还是蛮厉害的一个技能 但是实际上的升点的话 我还是选择了主翼-Q 好,他过来了 看,看不到我吧 那先跟他点几下 哎呀,但是要是智芒也可以来 智芒他的技能伤害就好了 那T-Mo就无敌了 前期就是T-Mo的攻速 我觉得是特别慢 所以补刀 嗯,也是要稳,稳着点不爱啊 你看他这个Q实在是烦 石头人的AP加成其实也是蛮高的 Q技能 他这边Q过来